旧金山湾区发生的六级地震 是25年来侵袭该地区最强烈的地震 这个对于洛杉矶的冲击又是怎样呢 洛杉矶究竟是位于哪一个的断层带 又代表了什么呢 洛杉矶的地震 如果发生六级地震的话 情况会是怎样 我们现在就邀请到地震专家 力永江先生为我们讲解 Pondy Hill的断裂带的话 那就是我们一直在担心的 这条断裂带有可能发生 七级到七点四级之间的地震 那就大得多了 因为地震一级的话能量要相差32倍 一级地震就是六级跟七级的话 能量就差别是32倍 南加州大学地球科学系的教授力永江指 凭地幽断层这条断裂带 延伸大约15公里的深度 断面走向是倾斜45度 和其他断裂带的垂直表层不同 因此强烈震动的时候 位置跨越长远北部的郊区 经过盛阁博谷和落沉基市中心的摩天大楼之下 能够造成的破坏打得多 一旦发生规模7.1以上的地震 破坏力将会是北领大地震的五倍 地震的话辐射的能量的话 它有断裂我们叫dynamic的lapture 就是动态断裂的话它有方向性 方向性的话它是由南往北 往北的话能量就严重的断裂带 走了上百公里 走了实际上就是差不多是一分到一分半钟的话 它就这个能量就冲到我们 洛杉矶盆盆地结构里边去了 那么在这个盆地里面 它这个能量就是地震波的话 跑不出去了 就我们叫trap在这里边 封闭在里边了 就来回有那个就是 reverbalation就是所谓的震荡 来回震荡的话 它的地面的震佛要放大的五倍 就会造成严重的损坏 那么这个地震我们古装的话 如果发生87左右地震的话 造成洛杉矶地区的破坏 就是升涉为2000亿 力永江教授说 南加州在多个断层之上 而不少断层 特别是彭地江断层 以及是圣安德里斯断层 一早已经过了大震的周期 因此未来30年 南加州发生黎克特制规模6.7级地震的几率非常之高 因此市民应该为地震做好准备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